下午三点国际奥委会正式官宣中国队遇大麻烦 美国成最大赢家 哈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中国队的体育迷 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际奥委会最新情况 在之前奥运会呢 中国队和美国队两个代表团整体水平差不多 我们也是多次和美国队的金牌数 奖牌数都是相差不大 虽然说在北京奥运会中 我们的金牌数获得第一 但是呢 在最近几家奥运会中呢 中国队实力非常强 也是多次在数量上与美国队相差不大 所以说作为观众来说 我们希望呢 在下家奥运会中 中国队能够再加再厉 超越美国成为集团榜第一名 作为观众来说 这也是我们最期待的事情 但是呢 就在之前 下午三天的时候 国际奥运会正式官宣了 因为在之前也是据媒体报道 我们的优势项目 举重将会进行削减 但是呢 在之前只是媒体报道 就在刚刚 国际奥运会正式官宣 在下家奥运会中 将会对举重项目进行削减 由14个项目削减到10个项目 这件事情得到了 国际奥运会的一个正式的官宣 所以说这对于中国队来说 确实是一个大麻烦 因为作为喜欢奥运会的体育迷来说 大家都知道 举重是咱们的传统优势项目 在上届奥运会中 我们是获得了七枚金牌 但是呢 通过本次奥运会的一个宣布 举重项目将会进行削减 这对于中国队来说 确实是一个坏消息 反观美国队在举重项目被削减之后呢 可以说美国队成为最大赢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两个代表团整体实力相差不大 如果中国的优势项目得到削减之后呢 美国队将会一级绝尘 所以说作为中国队来说 成为最大输家 我们希望呢 中国代表团不要受到任何影响 虽然说这件事情已经定了 但是呢 还是期待能够在新的项目中 有新的奥运冠军产生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流球 下期再见